不available 咱们来看看啊 比如说 这张图呢 刚好你在2.8的时候呢 中间这个有七个是cross type 对吧 右边呢就有一个 左边是无敌三还是无敌四 右边的是无敌二 好这是2.8的时候 当你焦距 叫你光圈用2.8 因为2.8的时候 进光量非常大 好 假如for some reason 你这个镜头啊 最大最大光圈只有4.0 那么对不起 左边原来是有七个的cross type 现在只有一个vailable 放到右边那个无敌 另外一款相机 对不起 原来只有一个的 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只有这个数条的这个对焦点 好 假如说同样相机 你的那个光圈 最大光圈只有5.6 那么对不起 左边右边这两种相机 只有一个vertical的对焦点 available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在考虑买镜头的时候呢 尽管你可能不会用到 比如说1.4啊 或者是光圈最大1.4 或者光圈1.8 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大光圈 对于相机的对焦 是有非常帮助的 大家听懂了吗 make sense 这个上网课就是得不到feedback 不知道讲的怎么样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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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咱们再简单讲一下 这个对焦的mode 有这个group 有那个single point 有expand 这个大家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下面呢 咱们讲讲这个色彩 色彩 三元色 大家都知道哈 刚才讲了RGB RGB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平常用的照相格式 一般都是用JPEG 对吧 JPEG 它相当于咱们后来要讲的RAW 它们一比较的话呢 你就知道JPEG 它基本上是一个 图像压缩技术 它的color 只有八个bit 八个bit 什么意思呢 咱们来运算一下 咱们刚才讲的 颜色有三元色 对吧 红 蓝 绿 咱们 用R的八次方 因为它是八个bit 对吧 红的八个bit 绿的八个bit 还有 蓝的八个bit 一算出来 把它们相成 它最后 这个JPEG 可以产生多少种color呢 16.8个bit 我带来看 哇 在这个数字太多了 这个color太好看了 但是 一根这个RAW比较 RAW的话呢 它是16bit 咱们用同样方式 来算一下 红 蓝 绿 2的16次方 一层 它的 有多少种color 281个trillion 所以呢 这个JPEG压缩技术啊 跟这个RAW啊 就根本没法比 所以呢 在假如你经常用这个JPEG 去照相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叫bending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的啊 这个现象就是大家下面看到的 一种颜色过得到另外一种颜色 明显能看到一条分界线 这就是bending的这个情况 好色彩空间 现在主要有两种色彩空间 色彩空间就是说 整个的色彩有多大 一个是叫sRGB 还有一个是AdobeRGB 这个 这张图呢 告诉你 哪个的色彩比较多 这个AdobeRGB的话呢 是黄线啊 一看就知道 它比这个s 这个蓝线sRGB要多得多 差不多是 多出35%啊 这个对于咱们照相有什么影响呢 关键就是在你照相机的时候 照相的时候啊 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运用哪一个color space 在照在佳能相机是在这地方 在选可以让你选择color space either是sRGB或者是AdobeRGB 然后有一个suggestion呢 就是说假如你的照片呢 不是for printing 就是你不是以后不会打印出来的话呢 我建议是用sRGB就可以了 假如你以后是准备打印出来的话呢 那么可以采用这个AdobeRGB 它的色彩要多一些啊 好 再咱们回到这个JPEG JPEG呢 它有它的优点啊 比如说它是一个比较 common的一个standard 然后呢 它的file size比较小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格式 然后咱们下面来讲一讲 这个另外一种最近最近才出现的这个HIGHS 这个高效率图像文件格式哈 啊 大家用手用iPhone拍照的话 你就就会发现你拍下来的照片呢 都是HEIC的格式 你要放到那个i那个lightroom上去 它还不认 它是一种新的格式压缩技术 据说呢 它的文件大小呢 只是这个JPEG的50% OK 而且画质呢 可以跟那个JPEG相同等 通过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 一些那个converting的一个tool 或者是直接在windows上 用那个windows的这个editor 把它 把那个HEIC的那个 那个照片呢 给它save成JPEG 好 咱们下面谈谈这个raw 跟前面两种压缩格式相比呢 raw格式 不要大家记住一个字 就是这个slide中间的一个叫 Lossless 就毫无损失的一个格式 就说你当初拍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你文件里面记录的就是什么样的 包括色彩 白平衡 光线 所有东西都记录在里头 因为是Lossless 所以呢 你可以在后期 把这些东西都可以调回来 比如说光线不足 没问题 我在lightroom里面一拉那个线 就亮多了 色彩不饱满 没关系 我可以在lightroom里面 把它色彩一拉 因为它所有的information都在这个raw file里头 这就为什么叫Lossless 大家一定要记住 raw是一种Lossless的格式 那么大家就会问 什么情况照相 用JPEG 或者是用raw呢 这是我的建议 尽量用raw格式 因为它是Lossless 假如你照的时候 曝光不准确 色彩不准确 没问题 你可以在后期做修正 但是假如你不做后期 不准备修改 照完以后 就准备发朋友圈 那么 你就可以用 直接用JPEG 这一节咱们就可以忽略掉 互补 单颜色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topic是叫色温 色温呢 并不是讲它真正的温度 它是讲它的颜色 或者是往上去 或者是往下去 往上去是多一点蓝色 往下去是多一点红色 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来看一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同一个场景 我用了不同的这个色温来拍照 照出的结果呢 是不一样的 看到那个最右下角的这个日光灯 它有一点比较靠蓝 越蓝的话呢 说明这个色温呢 就往上去了 大家看这个图吧 就越高了 大家看看这个中间这个指标 差不多5000K的话呢 它是这个一般的Sunlight 在中午的时间 它这个 这个度数啊 这个unit是用K来代替的 它是因为这个人是叫Kelvin 他发明的这个色温 好 咱们看过这张照片哈 在最前面的时候 这一张照片呢 就是运用了不同的这个色温来拍的 其实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色温 但是呢 假如你把相机给调成不同的 比如说调成最右下角的这个Fluenstein A 照相机就会按照你的指令 按照这种色温去拍这个场景 你拍下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以后可以试试哈 不要把那个色温 那个打到auto 你manage去打一下 哎 造出场景是让你有点惊艳的 好 咱们下面讲一下白平衡 wide balance wide balance呢 跟刚才讲的咱们色温呢 是直接有联系的哈 这是刚才讲的不同的色温 然后呢 白平衡 还记得咱们刚才看的那个灰卡对吧 你用白颜色去 去进行白平衡的交正 你可以呢 先对的那个灰卡或者是wide 或者是grey都都可以啊 因为它只是这个 这个color temperature是一样的 尽管它是grey 一个是wide 你可以照完照片 照完照片以后呢 你可以在后期就以这张照片作为标准 来调节你的白平衡 或者呢 在你拍照片的时候呢 第一张照片呢 用这个灰卡或者是这个白卡 拍张照片 然后呢 用相机里头的customwide balance 就是自动设置的白平衡 这个 然后根据这张照片 刚才拍的那张照片 来设置你的白平衡 这样的话呢 后面你所有拍到的那个照片呢 都有正确的白平衡 假如说你 比较lazy 我不想调任何东西 没关系 你先拍 拍完以后呢 你做后期的时候呢 用lightroom的里头的wide balance 这个feature 做一下修正 你的照片 一下子 所有的色温呢 都能得到adjust 这是咱们要讲的白平衡 色温的关系 好 咱们下面 讲讲镜头啊 这个 这个花不了多长时间 咱们人的眼睛焦距呢 差不多是50毫米 低于这个50毫米呢 我们叫广角 比这50毫米大的话呢 就叫那个 Telescope 这是不同的焦距的镜头呢 用途不一样 比如说 低于50毫米的广角的话 咱们用来照风光啊 照architecture啊 然后呢 80中间的80135呢 比较适合于照人像啊 为什么85毫米的镜头 叫做人像镜头啊 然后还有300以上呢 用来照这个野生动物啊 打鸟啊 不同的镜头呢 有不同的用途 咱们来下面看看定焦和变焦 这个差别 定焦镜头呢 一般来说比较贵 但是呢 它的光圈比较大 你像同样的 佳能的 85毫米的镜头 85毫米人像镜头 它的 它光圈是1.8的话呢 才400块钱 但是 你要买它1.2焦距 不是那个光圈是1.2的 那个85人像的话呢 那差不多就将近2000块钱 所以它的 这个光圈越大 就越贵 假如说你喜欢 那个定焦镜头 想买定焦镜头 那么这是我的建议啊 要不同的搭配 可以买35毫米 85毫米 或者是135毫米 或者呢 你第二个搭配 24 50 105 这是定焦镜头 但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 那个变焦镜头啊 变焦镜头一般 它比较 就说多材多艺 就说你 不需要带三个镜头 对吧 我带一个镜头就可以了 大家可能听说 听说过大三元 小三元 这也就是三个比较常用的焦段 加能的话呢 大三元是指广角16到35 中间的24到70 然后呢 长焦 70到200 这三个焦段 的镜头呢 就给它归纳成叫大三元 同样也有小三元 小三元呢 它的差别就是 它的最大光圈呢 不是2.8 而是4.0 当然大三元就贵了 好 咱们稍待讲一下 原厂和副厂镜头 副厂就是third party 现在很多专门的镜头公司 专门为这些 那个相机厂商啊 生产镜头 当然呢 这个原厂镜头 加能索尼尼康自己的镜头 当然更好了 对吧 但是呢 比较贵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这么多副厂的镜头 运以而生 比较有名的呢 呃 腾龙 是比较有名的镜头公司 日本的 还有世马 Sigma 然后呢 最近几年呢 呃 蔡斯也是比较 这个老牌公司 还有这个 TOKINI TOKINI 这个现在不太常见了 原来 原来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还有很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 中国的 这镜头公司 现在出来镜头 非常的 质量非常的好 价钱非常便宜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我这里的列 列举了几个 一个叫老蛙 这个名字很好记 老蛙 老青蛙 还有一个是沈阳的 中医光学 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在香港的 叫美科 生产镜头 这个 很多人都喜欢 呃 现在的很多 富长的镜头 质量的话 非常的 非常的棒 价钱呢 非常的 非常廉价啊 物美价廉 呃 典型的 发烧有 成长之路 一般的话 像我就这么 走过来的啊 最开始 学摄影的话呢 都会 买最便宜的 叫 KID Lens 就说买相机 带你一个镜头 对吧 然后呢 等拍了一两年 哎 想买买这个大三元 叫Zoom Lens 对吧 等买完以后呢 最后哎呀 觉得这个 变焦镜头不过瘾 还是要买这个定焦镜头 Prime Lens 然后又花钱买 这个定焦镜头 这就是一个 这个典型的 摄影爱好者的一个成长之路哈 大家看看 跟自己比较一下 看看自己走的 是不是这条路 这个是Memory car 告诉你应该 买什么样的 这个记忆 这个记忆卡 大家回去可以看看 好 最后咱们讲讲这个构图 这个构图呢 非常简单哈 就是 把几 几种这个主要的构图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种呢 是Fill the frame with the object 就是不要留 留出太多的白哈 然后呢 这是比较有名的 The rule of dirt 三分之一 三分法 然后呢 Balance element 就说这个照片中的这个object要balance一下哈 然后呢 Leading line 你有这么一条引导线的话呢 这个观众的眼睛就不由自主的被你这条引导线带入画中 这个就是Cemetery哈 导引 然后Pattern Repetition 看这么多新苹果中间一个 这不是苹果新红柿哈 中间一个红的 然后呢 深度 Depth 呃 特别是拍拍风景的时候呢 你光拍风景拍那个远处的房子 那 不够意思 你要把这个前景 背景 哎 全拍下去 这个在风光片 里面经常能见到哈 你拍一个一座山 他总会有前景在一个石头啊一个木头啊在前面 这样的话呢 才能表现他的画面有众生 好 最后咱们讲一讲后期的重要性 咱们在讲那个弱格式之后呢 讲到了 呃 很多时候呢 你拍照的时候呢 没有拍出最满意的照片 没关系 你这些不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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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哈 都可以在后期里面 给他纠正过来 尤其是现在的数码相机 越来越多人呢 在做后期 假如说你不做后期的话呢 你可能就竞争不过别人 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后期工具 在帮助你 把你的照片给他变美 变漂亮 呃 用我自己的亲生机力哈 我这拍人像的 假如说我不做后期的话呢 就没有人的到我这来拍照 因为怎么呢 你拍那些 比如四五岁 四五岁的那些那些美女们 他多多少少多一些皱纹 对吧 有些一些雀斑之类的 你要是不做后期 你是只拍jpeg 没有人会要你的照片的 好 做后期 用哪种软件呢 呃 纽约的一个这个摄影学校呢 他做了几期的这个调查 这是2009年的一个调查 大家看一下啊 蓝色的19%呢 2009年的时候是 这么多人 百分之将近20的人用lightroom 然后呢 黄色的 36% 36%的人呢 用photoshop 然后红色的 13% 是用photoshop 的element 所以那时候 绝大部分人 是用 adobe的产品 咱们再看看两年以后 他没发现 lightroom 用了人多了 从29% 变成了32% 用photoshop的人变少了 好 再看 2013年 哇 lightroom 占了42% photoshop呢 只占了19% 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用lightroom 越来越少人用photoshop 然后这个公司呢 我查了一下去年 2000年的时候呢 也搞了一个调查 就是 这个结果 31% 30%的人在用lightroom 然后18%的人在用photoshop 然后呢 还有几个新出现的这个软件哈 大家可以看看 Capture One啊 这个Lumina啊 左下角的on1啊 还有右上角的phoenix啊 就是新出现的这些这个软件 越来越多人呢 用这些软件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lightroom 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三分之一的人在用lightroom 所以呢 我建议哈 对于初学者 可以和那个进阶的这些摄影爱好者呢 我建议大家学lightroom就足够了 假如说 你要搞艺术创 摄影创作 要加个鸟啊 要要加个月亮啊 加个星球啊 这种情况的话呢 哎 你再去学photoshop 但是photoshop大部分功能呢 都在lightroom里面有 所以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学 就是这个photoshop 因为photoshop太难学了 学完就忘 学完就忘 你不用的话就会忘 而lightroom呢 相对于来说 非常好学 非常容易 这就为什么我们的会长 从决定从下月开始就开设了lightroom的课 我来让我让我来给大家那个讲这个课啊 一共是十节课 欢迎大家来呃来那个参加lightroom的培训 呃非常容易学哈 但是就说这个软件的东西啊 你一定要常用 不然的话你学会了过了一两个月你不用的话呢 马上就会忘掉 好 现在是quest time 咱们还有人还有人在吗 都走了 在呢在呢 都在呢 咱们抢 还有69个 咱们有 这么多人啊 这么多人给我面子啊 对 好 咱们来回顾一下哈 这些十个问题呢 可能大概能 那cover那些主要的一些一些topic 大家抢抢答吧好吧 好 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讲出 这个主要的 这个照相机 sensor的type ccd cmos ok 好 尼康的 crop sensor的 crop factor是多少 1.5 对了 加能的crop factor是多少 1.6 1.6 1.6 2 好 下一个问题 假如我用50毫米的镜头 用在加能的 假如我用50毫米的全幅镜头 用在加能的7D2 这是一个残幅相机 最后的这个focal length 这个焦距是多少 这个镜头 80 乘上1.62 对了 答案正确 好 加能的全画幅的卡口是什么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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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残幅卡口呢 EFS 对 加个S 离开呢 X 然后残幅呢 DX Yes DX 好 索尼的 呃 全幅 可能没有人用 用那个索尼的是吧 它那个单反呢 相机是A 然后到5反的话 V单的话 叫FE 然后它的残幅呢 索尼的残幅镜头 卡口 就是E 好 然后 然后索尼的 crop sensor 哦 不对好 也问过了 好 第六题 索尼RX10 这个sensor size 这个我没有提到哈 有人知道吗 1寸 没错是1英寸 刚才大家看到了哈 那个 Full Frame 43 残幅 还有这个 最小的手机的sensor 现在基本上业界哈 已经同意了 就说 你这个sensor 是1英寸的话呢 他所照出来照片的画质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是以这个1英寸 作为一个标准 呃 刚才我提到这个Bridge 就是乔氏相机的时候呢 也提到了 一定要至少是1英寸的 对吧 这个RX10这个相机呢 他的sensor size 是1英寸的 他照出来 那个画质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第七题 呃 true solution of 应该说是4 对于这个movement compensation 他用4个solution 大家能列出来吗 是那个相机方向 电子防抖 防抖 电子防抖 云台防抖 云台防抖 第一个是光学防抖 光学防抖呢 也包括两种 一种是什么 镜头防抖 第二种呢 是金身防抖 金身防抖 对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在手机上比较 电子防抖 在手机上运用的比较多 第三种呢 是 云台 那云台是第四个 第三个就是前面两种的综合 叫综合 综合防抖 综合防抖 好 好 最后一道题 就是说 假如我的这个 这个被造的人 不在我的画面中间 为什么 还是一个好的 idea 用中间的 这个对焦点 去对焦这个人 中间比较清楚 中间比较清楚 中间是最清楚的 因为能够得到更多的 cross 没错 cross type 就是我要 we're looking for 好 这说明大家学的不错哈 那行 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大家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呃可以微信我呀 Email我都可以哈 那个会长会提供我的联系方式 我会尽量呃 帮你们解答 你们上班课以后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田丹老师 不客气 谢谢 讲得非常好 非常的好 哦 学了很多 哦 非常辛苦啊 讲了两个半小时 然后准备非常充分 然后信息量也非常大 非常辛苦 对对 又不枯燥 又非常的生气 很好非常好 那就好那就好 然后信息量确实 谢谢各位 信息量确实很大 大家回下面再做功课吧 再语 再复习复习啊 田 那个田 谢谢田老师 哎 我今天收到那个Facebook 那个推送啊 说今天是您生日 是不是啊 哎对今天是我生日 我们一起试探个歌吧 好不好 哎呦 那太谢谢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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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福生日 谢谢老师 今天生日很特别啊 讲了两个半小时的课 辛苦辛苦 辛苦了 今天咱们有有外州来的是吗 除了除了达安斯以外的 应该有 有 多伦多的吧 哦 多伦多的吧 幸亏幸亏 多伦多的 哦 多伦多 北美各地 北美各地 北美各地的 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把田老师YouTube群的那个频道的名字发一下 哦好的 那个 那个slide上也有 你可以打在那个chat里面 你可以打在那个chat里面 好像是Texas Cowboy Photographer吧 对对对 叫Texas 呃 田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你的powerpoint 呃再说一边 是不是可以拿到你的powerpoint 你的那个presentation 可以可以 我我给 我把我的powerpoint给那个谁 给那个 我们的会长 然后让他 转给大家 可以吧 我转给你们好了 哦 谢谢谢谢 如果那个视视频出来到时候我也把链接发给大家 好的 谢谢 辛苦了 会长 哎不客气 老师比较辛苦 没有收到那YouTube的名字 哦看到了 哦我等会打出去了 欢迎大家订阅啊 哦 好的 除了订阅以外还要 呃点评啊 喜欢的不喜欢的都点评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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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啊晚安 敌人